2022年主持人大赛正式启动 萨贝宁惊喜现身 康慧董经却迟迟没有消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 今年的主持人大赛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个时候关于央视主持人的变动 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毕竟对于上次的主持人大赛 已经过去了三年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萨贝宁 朱广泉都出现在祝福的画面上 主持人大赛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规模最大 最顶尖的主持人赛事 比赛自1988年举行以来 以成功举行7次 每一次都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为我们挑选 2019年 在相隔8年之后主持人比赛重新开始 比赛现场被称为一场神仙大战 我们都知道 从事主持这个行业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意味着你必须要掌握好自己的专业技能 同时在台上面对各种情况 头脑一定要转得快 不能让观众感到有违和感 更不能让观众感到不适 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人士 只要来到这个比赛 就是证明了他们想要挑战自己 有时候我们的潜力 也需要借着一个机会才能开发出来 这场比赛中曾经诞生过非常多的优秀主持人 如果他们得到优秀评选者的认可 能进入央视 对于他们本人来说肯定是有利的 他们也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大赛 就是他们进入央视的一个机会 不是大家想进入央视自己就可以进去的 没有实力 这些想法也是空谈 随着2020年主持人大赛缓缓启动 消息被公布出不久后 主持人们开始陆续报名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撒贝宁 在视频当中 他同其他多位主持人 一起给选手们送上了祝福 于是网友们纷纷好奇 在这一次比赛中 撒贝宁是否会继续担任主持人呢 还记得当年 撒贝宁也是在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 撒贝宁在大学一毕业 就开始参加比赛 本来抱着适时的态度 没想到一路披荆斩棘 直接赢得了冠军 甚至打破了央视多年没有满分的规则 可见撒贝宁是如此的优秀 一直以来 人们也十分喜欢撒贝宁 他凭借着幽默的主持风格 赢得了很多老百姓的喜爱 同时也是央视对人才的重视 在这个祝福视频当中 网友们纷纷疑惑 为何不见董卿和康辉的身影 在这次央视主持人大赛中 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的主持吗 康辉和董卿 是2019年主持人大赛的 两位顶级评论嘉宾 他们的评论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专业主持人的素质 以往在比赛当中 经常可以看到董卿优雅端庄的身影 她凭借自身的经验 为很多参赛选手 提出了真挚的经验和意见 董卿一直是宝读师叔的代言人 从她的气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私底下她是一个很高级的独立女性 就是因为平时有大量的阅读量 才能在点评中经常说出 让人佩服的话语 主持人大赛都已经开始了 为何康辉和董卿迟迟没有消息 原来是因为今年的主持人大赛 公布了全新的赛制和选拔标准 本次的大赛不再启用文艺和新闻类的通道 而是所有的选手都共用一个通道 正是因为每一档节目行驶 都是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所以比赛的赛制有些变化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央视也搭建了自己的新媒体平台 向新闻联播创办了主播说联播 在短视频中可以看到很多央视的知名主持人 他们利用专业向大众讲述了身边发生过的新闻 除此之外 央视的很多节目一直都在追求着创新 目的就是希望好的节目能更加吸引大众的眼球 不仅如此 央视也更加注重双语主持这方面 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要想做到这一点 不仅要有主持功底 而且还得有专业化的语言功底 当然这节大赛 我们能看到更多语言类选手跨界主持人 希望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通过比赛可以把自己的实力全部都展现出来 不过除了这些 央视最注重的还是主持人的专业类主持 大家都知道央视的频道只有十几个 包括新闻 综合 少儿 戏剧 还有体育频道等等 都需要懂得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主持人来主持 可见 想要从主持人大赛中脱颖而出 必须要掌握很多技能 人才确实太多了 2022年的主持人大赛 很显然一定会呈现出神仙打架的局面 虽然现在还没有传出任何关于 董卿和康辉老师参加这个节目的消息 但是还有很多人猜测 这次他们可能会作为特邀嘉宾来参加这个节目 毕竟现在比赛规则已经发生改变了 或许他们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